梁朝偉相隔七年 再參與韓國釜山電影節 這次行程緊密 韋仔也沒有機會四出觀光 不過他也趁機 跟一群韓國電影人共進晚餐 太太劉嘉玲當晚也有陪同出席 之後嘉玲更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 除了大合照以及兩夫妻 分別跟韓毅妮、柳俊烈、 全宇斌的合照之外 也有鋪他和韋仔的同框照 看得出他們言談甚歡 嘉玲也是貼文說很高興認識大家 榮獲今屆亞洲電影人獎的韋仔 獲大會安排特別展影 播放六部他親自挑選的代表作 今晚韋仔一身隨意打扮 出席2046的放映會 吸引眾多韓國影迷捧場 一道偶像風采 韋仔也很友善 主動開機和大家自拍拍大合照 他還在現場和大家交流 分享當年拍這部作品的細節 還說起王家衛導演的 《飛子仔》拍攝作風 跟其他演員的合作來說 因為拍王家衛的電影 通常他沒有劇本 我們很難在開拍之前做很多準備 自由放在拍攝的過程中 大家去摸索大家的關係應該如何 我覺得這樣的創作方法挺有趣 跟平時我一般的創作方式一樣 因為平時我拍Marvel 他有一個完整的劇本 另外在幾個月前 做了很多資料搜查 去創作你的角色 但往往拍王家衛的電影 就是你一邊拍 因為他每一天 City會給你那個劇本 當日要拍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一邊拍一邊去發展那個人物 還有那個人物和其他人物之間的關係 只能夠去到現場感覺 那個角色是怎樣的 因為你根本用不著準備 演員經常要代入不同的角色 拍完戲之後 可不可以順利抽離 對演員來說 模擬都是一種考驗 偉仔也說自己當初演戲 也有這方面的問題 在我早期的演員生涯裡 我覺得要抽離那個角色真的很辛苦 也不懂得抽離那個角色 所以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受接過有時晚上 在家裡發夢 我也夢見自己是那個人物 有時我回家下班 我通常回家的時候 都會經過我媽媽的房間 有時媽媽會說 你收工了 我會跟她說幾杯 我回到房間之後 我不是很清楚 她是甚麼 我媽媽的媽媽的說話 還是我的角色 我媽媽的說話 我曾經經歷過那個感應太短了 後來再成熟一點的時候 我發覺其實很簡單而已 你到你不工作的時候 你做回你自己平時做的事就行了 你自然就會做回你自己 韋仔早前的記者會上表示 拍劇出身的她有個重返電視圈的心願 大家不要以為韋仔只有一個港字 原來她收到很多劇集腰藥 要再看到她的電視劇演出 還指日可待 原本是今年要拍的 但因為我還在放假 我希望可以拍得到 因為… 這也是沒有一個心願的 因為我開始的時候是拍電視劇 我很想在演完這個階段 再重新去重新電視劇 而且在錄像上次一樣 我覺得是學理會的電影我拍的 我也很想試一次美國製作的電視劇 如果所有東西都順利的話 希望在明年尾或2024年的年頭 有機會可以上市 連衛電視劇也有所記者會 應該也有心情 如果是從而來,可以讓我待會 所以不知道 我還是想說 有機器